我是电影《海映有一风》的导演许晶涛 非常感谢组委会对我影片的青睐 去年是我父亲去世的第十年 出于对父亲的思念 我写了这部电影的剧本 同时作为中国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的我 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来证明自己的导演能力 作为导演 我之前拍摄了有两部电影的作品 这一次的文本创作 大概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共写了七稿的大纲和十一稿的电影剧本 我的监制是在中国非常知名的一位电影导演 他叫宋迪 在创作和拍摄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写剧本的同时 我也同时在找资金 但是低成本的短片找投资非常困难 最终我为了拍摄决定自己投钱 我的剧组一共有26个工作人员 包括两名司机 还有七位工作人员是免费的 在我的家乡中国青岛一共拍摄了有六天的时间 很巧合的是半年前的今天 正是我电影开拍的日子 这也可能就是我跟电影节的缘分吧 由于资金少 那个场景多 在中国北方冬天的日照时间非常短 所以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 我的工作人员每天只能休息五个小时 我的休息时间是每天三个小时 墓地那个场景一天一共有48个镜头的工作量 这在电影拍摄中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我有一位负责管理财务和场景的制片人 以及一位管理日常创作的制片主任 每天拍摄完成之后 我们会商讨第二天的拍摄计划 以及支付下一笔的款项 拍摄完成之后呢 就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 这个阶段大概有两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我认为这个阶段是把原有素材解构再重建的过程 也舍弃了很多原本想法很好 但是完成度没有那么高的片段和画面 最终的结果基本是满意的 但是如果条件允许 其实可以更好 我的电影呢 希望观众在看了之后 如果您跟我一样 您目前的人生 情感 事业 生活 并不如意 可以暂时妄妙不如意 摆脱心理困境 人生呢 有很多种可能性 美好的道路也许就在前方 帮我发行这个电影的公司呢 是在中国很知名的一家电影公司 叫陶梦影业 他们帮我建议和规划 投递了很多合适的电影机 我的电影 希望观众看了之后 如果您有梦想 就去实现 道路在前方 只要去实现 就有可能性 如果今年年底 我有资金 我会再次拍摄新的短片 来电影节跟大家见面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